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们 主内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上帝的怜悯 经文取自于撒加利亚书第三和第四章 我请大家和我看几节经文 首先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一至七节 天使又指给我看 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 撒旦也站在耶稣亚的右边 与他作对 耶和华向撒旦说 撒旦啊 耶和华责备你 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 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 耶稣亚穿着误会的衣服 站在使者面前 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 你们要脱去他误会的衣服 又对耶稣亚说 我使你脱离罪孽 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 我说 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 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 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 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 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 冠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若遵行我的道 谨守我的命令 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 看守我的谚语 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 接下来我们再看 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的第六节 他对我说 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 冠军之耶和华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防能成事 在异象中 撒加利亚看见 大祭司耶稣亚 站在耶和华的使者的面前 耶稣亚穿着误会的衣服 这误会的衣服 代表了各种各样 堕落的行为和罪恶 那撒旦站在他的旁边 要与他作对 因为撒旦非常的清楚 知道耶稣亚根本都不配 站在圣洁的上帝面前 撒旦有正当的理由 来在神的面前控告耶稣亚 但满有怜悯慈爱的耶和华 吩咐他的使者 把耶稣亚误会的衣服脱掉 让他穿上华美的衣服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每个人已像耶稣亚一样 穿上误会的衣服 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着罪恶 我们永远达不到 上帝圣洁的标准 并且我们没有能力 来救我们自己 那撒旦也非常的清楚 他站在我们的旁边 不断的控告我们 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 因为他知道 我们根本都不配得 来到神的宝座前 撒旦等待 看见我们面临死亡 受永恒的惩罚 罪的惩罚 并且永远的一生隔绝 请大家和我思想 接下来的几个问题 为什么耶稣需要来到这世上 成为人 为什么他需要在世上 过33年的生活 为什么他需要面对试探 为什么他需要受苦 受死 并且受最残忍 最羞辱的死亡 为什么耶稣必须复活 答案就是因为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知道 我们无法自救 唯有借着耶稣基督 他独生爱子 是完全的神 完全的人 才能代替我们 达到上帝圣洁的标准 耶稣基督代替我们 过在世上的生活 过无瑕疵 无罪的生活 耶稣基督代替我们 经历试探 却不犯罪 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死 担当我们该受的惩罚 耶稣基督复活 好让我们信靠他的人 可以得到生命 并且得到丰盛的生命 耶稣基督以他的宝血 洗净了我们一切的无意 好让我们 借着他的宝血被洗净 可以脱去我们污秽的衣服 耶稣基督以他的意义 使我们可以穿上 华美的衣服 耶稣基督 还清了我们一切罪的债 我们以我们的一生 都无法还清这债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这时候已经领受了 上帝奇妙伟大无比的爱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的生活呢 这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百百赐给我们的 这就是恩典 我们每一天活着 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 那我们是否继续活在罪里 或者我们要活过一个身体的生活呢 我们是否继续为自己而活 或者我们要为主而活 我们是否仍然的过不逃神喜业的生活吗 或者我们真正的追求 靠神的能力 追求圣洁 逃神喜业的生活 但愿上帝帮助我们 祂知道我们是非常软弱的 因此祂赐给我们应息 不是依靠私利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 方能尘世 但愿我们每个人 靠着从神而来的能力 我们可以过逃神喜业的生命 越来越效法耶稣基督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感谢祢如此的爱我们 祢晓得我们无法自救 并且最终将面临死亡 因祢的爱 祢赐下祢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好让我们可以得到生命 并且得到丰盛的生命 主啊 我们已经领受了祢奇妙的恩典 我们的一生完全属于祢 我们晓得 我们不能继续活在罪里 我们不能继续为自己而活 主啊 我们渴慕可以为祢而活 恳求祢的灵交关我们 帮助我们 可以完全献上自己 完全信靠 完全依靠 完全顺服 更新改变我们 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主耶弟兄姐妹们 愿上帝赐福你们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